好,接著到下一套,就是一套四格漫畫的作品 想不到這套是四格漫畫來的 因為感覺上四格漫畫少一些 女性向,剛才想問一下Aita 女性向,多不多這些女性向的四格漫畫? 少啊 其實我不太定義 如果你說少女漫畫那些 其實我不太定義這套為少女向的四格漫畫 這套是適合很多人的四格漫畫 不是,這套作者其實是少女漫畫出身背景 但這套故事的定位其實是反少女漫畫的 裡面有少女漫畫橋,段蘭雀叫做比溫少女漫畫 還有這套,它的出品是挺特別的 因為它不是紙張形式出品 它是Spanish的每間網站出來的 所以其實都是在網上看 但現在有單行本就出了四期 而這個故事就是講女主角 女主角是千代代 向這個圖筆學野奇告白 肥妹 口輕,口窄,緊張 很緊張的告白就是被野奇誤會 以為他是漫畫的粉絲 然後就這樣展開了這個漫畫家遇錯手的故事 當然這個故事就叫做兩個人的蟹後 原來大家都是同學 當然野奇比他高大很多 而且人比較目睹一些 打架都不怕 正經 正經一些 他就說他沒有拍拖經驗 應該這樣說 這一套裡面 所有的角色 和他的性格 和他的特長 和他的外貌 是不定正比的 雙反 他應該是一個少女心的達人 他應該是一個 原來這傢伙根本是完全不知什麼叫少女心 另外一個助手是余子柴 其實外表是整個飛仔 好笑的 外表是引起王 嘴巴巴 他是一個很標準的少女漫畫的男主角 但是他的內心是一個典型的少女漫畫的女主角的內心 是的 那所以 你為什麼說這一套這麼好笑呢 就是他利用了ACG一個挺好的特點 就是反差文 嗯嗯 那些人完全是反差的很奇怪 那時候 你完全以他的外表 是不可能以貌取人的 所以就要靠野奇漫畫 將他還原 而且你看下去 他不會覺得很不喜歡這種角色 你會越看越覺得他們其實很可愛 搞笑的 以一個主角阿義奇做一個套租役那一下搞笑 很少用這樣來叩托掉了繞路 應該這麼說 尤其是在頭兩集中 他講了一些少女漫畫的角色 當天最樂麥的踩單車 他會說 兩位是不踩單車 有很多Bioli說過吧,法律賣給你 是的,本身是作者,很熟練在少女漫畫的一些橋段 他把那些橋段拿出來之後,成為一些很生活上的小字 然後他告訴你,其實不得意,他創作 野奇君,其實他根本上,你會叫做不停想在那裡找什麼呢? 你根本就覺得野奇君是一個根本不可能畫到少女漫畫的人 但他必然是一個在畫少女漫畫,而且是人質不差的人 不過有一個問題想問,記得之前在這個女主角千代未出現之前 其實是誰當作陶刻的呢? 別管了,這些小問題,陶刻不是只畫陶刻而已 可能是他自己畫 一個人自己畫完,有人畫背景,有人畫背景,有人畫陶刻,沒有東西的 這些分工分析出來的 剛才樹先生說到這個是反少女漫畫,就是很多橋段 是少女漫畫橋段,但套東西會用這些作品出來 例如第二集,千代和傑儀是好朋友 然後野奇就用少女漫畫去想 他們看到很多恩怨情仇,神經病的鏡頭 經過有情的努力之後,就做了一個朋友的關係 然後千代說,我們學好而已 還有一件事,其實都是一件事,就是說 賴美傑儀,其實都是一個反差角色 他的樣子是這樣的,又不按禮物 他們叫做KY,就是叫做QQO 不要再加千花露了 就是這樣說 其實他是一個唱歌唱得這麼好的人 這麼好聽的人 又是一個反差 不是,他表面上是一個粗粗狗老,幾個自我良好的女生 其實就是一個,在畫面他變成形象 就是一個韓然的貴公子 應該說他有時候說一些說話 其實表面好像在撐人 其實是在說人,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的性格是什麼呢 他一直覺得他自己是很了解 或者他不覺得他說的東西是得罪 他覺得這個是幫的 就是他覺得自己在裏 其實是說一些對的東西出來 但是這件事偏身就是會傷害到別人 一個是你這樣說 拍攝在閒的中間 他很喜歡利用這些反差來構成故事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當然,你說女主角的千代 其實他是做一個串連的作用 因為他其實每一集 好像每一集都會出一至兩個主要角色 其實在頭那幾集已經是很 可以給大家一個很立體的構圖出來 整個故事是 所以其實這個千代女主角 聲優、招責壓力是挺厲害的 就是你見他圍著身邊 中村猶一、江湖順賢 他是勁人 雖然阿弟他之前是新人 是做路維教員餅 就是他這麼多位勁人 反而他沒有被人給下去 他鬥了嘴話也是 就是你見他交流 完全不會壓過風的 這個人是勁人 就是完全隱瞞了這個角色 最隱瞞了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真的很重要 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說本身 通常這些四格漫畫裡面 都會有一個所謂叫做 常識的人 常識人 這裡裡面其實就是 女主角就是一個常識人 其實他是一個 野奇不是屬於一個常識人 野奇只不過是叫做什麼呢 他的腦子是有少許問題的 他是有 全部人覺得腦都有問題 女主角都不理會 不過他的問題比較少 女主角的問題 有沒有去到這麼大 就是女主角擔當一個正常譯的角色 他會去解釋 或者是其他 他看到的一些現象 當然 在他不正常的地方 有時候會覺得他不正常的地方 因為他可能介紹 傑月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好朋友 我怎樣認識他 你會覺得 為什麼兩個性格 那麼差距那麼遠的人 為什麼可以一起 做到朋友 有 你會覺得這個角色好像有少少脫線 其實他也是有 而現實就是 整套作品 其實所有角色都是不正常的 都是不正常的 我也是覺得 亦都不做得可以 是這個優點來的 因為有時候 這類的故事 有時候做得不好 就很容易做到 跳線 令人瘋癲得不合情理 這個是做得適合情理的 有加勵的 有加勵的 那當然你說 倒立行路那個 那是不正常的 倒立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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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說 但是這麼多個角色之中 以好笑度 我就覺得 余之柴這個角色 是挺好笑的 很好笑的 我也覺得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 是可以做得挺好 而是 只不過是 自己 自己 就是 這件事是少的 在這個動畫 人物素材很少 自己羞恥自己 這件事 你享受自公自仇 不行嗎 他那一種 應該這樣說 其實 他也是在說 少女漫畫 就是一個男人 你說這種對話 你不害羞嗎 其實他很害羞 這句話 是正常人 是說不出口 少女漫畫 也經常出現 其實他在搞很多 你有看少女漫畫 但你沒有看少女漫畫 你覺得 如果你說是一個動畫角色 你會覺得這樣說 這句對話 可能沒問題 但其實 你認真一點 如果你用一個正常的形狼 你用任何一個形狼 你幻想金城武 去說這句對話 你會覺得是神經 很噁心 哈哈哈哈 你會覺得這件事是噁心的 整件事是噁心的 金炮的人說會怎樣 哈哈 所以這件事 這件事 你會覺得是噁心的 你會覺得 你根本是說不出口 所以背景就是 阿余之齊 畫多些玫瑰花 哈哈哈哈 就是襯托一下 這些對白 不是 他的專長都是畫玫瑰 而叫做這套東西 你會慢慢知道 就是野奇 為何能夠寫到 一個少女故事出來 是歸功一點 就是他身邊 有太多這樣的怪人在裏面 嗯 而就是告訴你 其實我看了兩次 我的隱身意就是什麼 就是說 這些人在現實不存在 所以少女漫瑰的愛情故事 其實是不存在 其實他是破壞少女漫瑰的夢想 所以就是把握少女漫瑰 基本就是 少女漫瑰的原素 但原素也是在玩少女漫瑰的 是很實在的 很實在的 這個是 完全是破壞一些 喜歡看少女漫瑰的人 也都較為 講回 其實 以這次真的 以少女漫瑰的角度 去看整個 就是一些 創作的故事 我覺得 挺不錯的 因為其實 很多 少女漫瑰主理來說 都是女生看 我不會說 男生多過看過女生 少女漫瑰 就是他要以一個 男生作家的角度 是一群男生 去想回女生 要想回少女漫瑰的情環 是很錯摸 由最初 到最後 每個人物的角色的角度 都是一個種錯摸 所以這種是 是初上初 所以 所以 他在說 這件事其實是 一個 一個幻想 就是說 誰幻想一個女人最完美 你是找一個男人幻想 才幻想到一個最完美的女人 出來的 這種女人是不會存在的 一個女人 你未必會幻想 正如一個理想的男人 是一個男人幻想不到出來的存在 只有能夠女性 可以幻想出來 一個完美的男性 即是在婦女班裏面 有些很帥的男生 其實是相向的 正如就是 你看到的就是 每當他們 搞了一大輪搞笑的事情 出了個故事之後 你會看到 在學校裏面 有一次說 這次野老師的故事 很生氣 你看到就是 這些是不著地的 但這些就是 就是他們想到出來的事情 所以 少女漫話就是離地 原來我們就是這樣 教人不真實就是這樣 即是你欲翻都不離地 後宮翻都是什麼 這些都是這樣 是男性才會想到後宮翻出來 因為他們想的 所以 凡是夢想 真的可以令整個漫話故事 可以做得很 千奇差怪 都可以做得很出色 其實最主要都是夢想 對